康茂才是个孝子 这是众所周知的 通经史大义 世母孝 袁末寇乱献齐 结义冰宝乡里 在古代 一个人能有至纯至孝之心 声名远播 就能在十里八乡 树立起很高的威望 随之袁末战乱 农民齐军如火如荼 康茂才被人推举 做了乡间的保长 积极组织人手 号召相拥 以此来激扛齐军的进攻 也因此被朝廷封为了 政府 豪门 乱世之际 而赶紧增加官员体量 然而康茂才在其中 却并不是混饭吃的 从朱将傅九江 到齐水黄莲寨 转齐州路 同之总府管市 屯树河之玉西 太平之采石 使者烤漆空壮 升淮西宣卫副使 同之元帅副使 又升宣卫使 都元帅 有了官知之后 他克服九江 捣回齐军营寨 升任齐州路 同之总管副使 接着屯兵于采石 镇守一方 又得以升任怀西宣卫使 怀西我们很熟悉了 明太祖 赶紧张的家乡就在此处 老朱同志 就是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 康茂才在 怀西当宣卫使 必然就会和 已经参加一军 并且已经成为了 一军将领的 朱元璋教授 果不其然 治政15年 公元1355年 朱元璋派兵 攻打采石 却没想到 在康茂才的手里 也吃了很大的魁 这其中原因 倒不是说 朱元璋打仗的水平不行 而是康茂才统治 防守的水平太强 康茂才聚首采石 又倚靠长江之险 朱元璋有心想要跟他作战 但大军刚到采石城家 就被漫天的剑鱼给射了回来 你强了你强 我不和你打 你有什么办法 朱元璋当然有办法 他立刻派出他手下的 SSR武将常玉春 再次征讨 常玉春不愧是当时名将 果断放弃了强攻 而是采用诱敌深入的方式 勾引康茂才 老康同志顶住诱惑 率军出城作战 结果为预先设好埋伏的常玉春 杀了个人羊麻烦 大军溃败 康茂才脚顶抹油 收整残军 又跑到了江苏常州的天宁 结果他前脚到了天宁 后脚专张的部队又打到了天宁 康茂才照收拾行李继续跑路 逃到了南京 连吃败仗一路逃跑 按理说本应该军法从事 但没成想 康茂才到了南京 反而被朝天提拔给了 淮南地区的餐只正式 不过他这个餐只正式的官职 也只是静花水月南科一梦 因为庄专张的部队 很快又攻下了南京 你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如影随形 你是走不掉了 从安徽跑到淮西 从淮西跑到淮南 康茂才有点累了 他实在是跑不动了 于是干脆率众投降 并对庄专张说了这么一段话 前日战各为其主 今日屡败天树也 事至于此 死生为命 苟得生全 上劫全马之力 以图报效 以前跟你打仗 是因为大家各为其主 我也没有办法 后来屡次被你打败 是因为天命所归于你 朱专张的身上 我不能违抗 如果您可以饶我一命 我愿意为您报效 全马之劳 话说的很诚恳 但朱专张的部下们 却大都对这个屡战不强的康茂才 很是咬牙切齿 想要将其除之而后快 老实说 朱专张对康茂才也很记恨 他也恨不得把康茂才 按在地上一顿锤 但朱专张知道 康茂才对他来说 不只是一个投诚的武将 那么简单 此人理由有大用 出于这个想法 朱专张歼压了康茂才 并且仍旧让其统领军队 所谓的理由大用 其实是指 朱专张和老对手 陈有亮的交流 当时的天下 浙东有方国珍 江南有张士诚 两胡还有陈有亮 但在朱专张的眼里 方国珍首属两端 没有志向 张士诚偏一语 贪一语享乐 所以真正的对手 只有那个凶悍无语的陈有亮 陈有亮 这是个人物 和朱专张一样 他同样拥有着 进取天下的野心 并且 陈有亮身然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脏的道理 已经于治治20年 率先对朱专张动手了 对一年 陈有亮攻陷了安徽当途 并且打算联合张士诚 一起夹击朱专张的老朝南京 不怕一对一 就怕有帮手 前后夹击的形势出现 纵使身经百战的朱专张 也有点发出 而在这个结尾上 康茂财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 原因在于 康茂财和陈有亮俩人 小时候就认识 素有旧交 而且交情不浅 既然交情不浅 就可以从这俩人的身上 做一做文章 咋做文章呢 很简单 朱专张让康茂财 给陈有亮写了一封诈强信 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有亮哥哥 见自如 我虽然现在给朱专张打工 但其实我并不真心依附他 所以内心备受煎熬 夜里昏昏无事 想起你我旧日的交情 不觉煽然了一下 想来你陈有亮才是当事民主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 要投奔你 要到你的公司去上班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那就是 现在我在应天堂外的江东桥助手 咱们可以里应外合 你晚上带兵偷门来 我晚上偷门换你进去 咱们把朱专张杀他个丢盔器甲 岂不是美滋滋 一放心进入去 到了陈有亮的手里 陈有亮看完 可以说是美的 鼻涕泡都要出来 自己正愁攻打朱专张 没有脱口 结果康茂财就给自己送来了 这么大个馅饼 那自己还等什么 赶紧出发 馅饼的确是存在的 但陈有亮忘了 馅饼通常都不申免费的 也不会平白无故的 从天上掉下来 陈有亮对康茂财的投奖信 深信不疑 立刻在夜间 亲率大军跑到了江东桥 漫天星斗 草木萧色 寒风乍起 江东桥的夜晚 淡淡的平静 淡淡的凄凉 有亮志 剑桥 恶然 连虎老康 莫英 桥上风景很好 但陈有亮却无心欣赏 因为在他的幻想里 康茂财此刻应该带着 小古人马在这里接应他 就算不来接应 也应该在远处 点亮火把 给他打打信号 然而 此时四下无人 很远然 康茂财是把他的鸽子给放了 被放了鸽子的陈有亮有点着急 他举起火把 连声高哭 老康 老康 你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见过你 你的笑容让我沉迷 声音很大 阵容发挥传出极底 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呼应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陈有亮终于意识到 自己上当了 其实陈有亮也不是个笨蛋 他的智商一直很高 但面对这种程度的诈详 他却一直深信不已 其中原因在于 康茂财同志的这张诈详信 写的实在是太过情人一切了 如果有可能 应该让张世成仗下的罗冠中 抓紧跟完三国 然后送给陈有亮看一看 城防败寇很容易 人情世故难钻研 什么想我了 什么样投诚于我 根本就是扯淡 你康茂财根本就是拿我当猴耍 知道上当了的陈有亮 连忙后撤 但朱元璋的天罗地网 已经在等着他了 退至龙湾 浮明四起 茂财和朱将奋机 大破址 陈有亮的大军后撤 不过十余里 就遭到了提前设服的 朱元璋部猛烈的攻击 陈有亮栗战不敌 仓皇而逃 老陈 这就算是被老朱 结结实实的摆了一道 而我们的老间谍康茂财 也因此一战成为 然而 康茂财的战绩不止于死 至真23年 公元1363年 瀑阳湖水战的滔天巨浪中 康茂财作战勇猛 屡立战功 吴元年 公元1367年 康茂财围攻平江 助力朱元璋拿下张世成 红武元年 公元1368年 朱元璋建立大名 康茂财由领军北伐 平定各处 直到红武三年 公元1370年 战功标柄 立功无数的康茂财 在并水于随军途中 这才算是领了何怕 老实说 康茂财这个人呢 在将星璀璨的 袁末明初时代 其实不算太出名 论谋略 他比不上徐达 论汉勇 他也比不上常玉春 论嫡系 他比不上李文中和汤和 论文中 他也比不上耿敏文 在明将的光芒之下 康茂财则显得十分暗淡 但尽管如此 作者仍然认为 康茂财是值得一说的 修名史的张诚玉曾经说过 貌微财 地造之机 其力为多 康茂财的光芒虽然微小 但他为朱元璋建立大名 也是默默付出了不少的 烛火的光芒 难道就不是光芒吗 历史古代上的名价很多 但我们在欣赏那些大人物的同时 其实也可以驻足品味 这些小人物的一生 这有益于我们更好的一届历史 人物虽小 故事虽然不够精彩 但他们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 像养人郭德纲 他曾经根据康茂财这本人生的故事 创作为首太平歌词 名字叫做党亮 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唱的 一敲热血 染争袍 好汉英雄辜了 自然已是 当年那段戎马岁月 也已经化为尘土 只剩下悠悠的白云飘荡 诉说着过去的往事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066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栋各自 感谢观看